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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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灰燃漆黑的眼 紧握一片时间 星光皆迷灭 生意潔潔 还我从梦眼中 苏醒眼眸穿越血色 时间在你只一年 随我角色 心与我风与火 你与我无舍 无趣或为君生浑波 寒似寄阔 乾坤向折山 愈合 红黄沾灭残雨波 不问后生应雨过 为君随坚固 皆可 明朝相约看星河 无悔此一生与此生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 你 给我准备的 正是 这 等等 一道菜 十万灵珠 好 哼 打劫呢你 就是啊 你打 打 打劫啊 我 我 你细耍利用三位先尊在先 本君只不过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少点空心 我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 还学会偷奸耍滑了 你就这么不想借这红光宝卿啊 对不起 若不是 你挖空心思算计 这事还有商量的余地 既然没得商量 你还妄想我把那宝贝给你吐出来 不可能 你别以为就这么点东西就能诱惑到 怎么 有些 有些 对不起 我告诉你 本公主 不会去吧 哼 哼 好险 本公主差点就中了她的技了 咱们都这么多宝物了 真的就不能去吃一顿哪儿 不行 本公主就算饿死也绝对不会让她得逞的 我看着我这一屋子的宝物 我就只有欢喜我妹 没有饥饿 您别怪飞驰多嘴 您若是一直如此太多 那青葵公主如何肯上这个当啊 这些够本公主吃一顿的了吗 那小星亭过来哪儿 够 好吃 为何改变主意了 你费尽心思找来这么多山珍海味 浪费是多可惜啊 本公主啊 这一顿就不计较你背后那些小舅舅了 你爱吃不吃你吃我还不给你呢 我交了钱的我有的吃你没的吃 身为人族公主 吃相为何如此不养 挨了半生饿似的 腾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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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就不跟你去了 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我知道了 是不是那几个宫女又晚了给你送膳食了 你等着我这就教训他们去 你别去 这不是来了吗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姐姐店中有专属膳食 你只能吃这些藏宫冷制 这一同吃起来 何之神君 若是经历过他这种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吃相怕是比他还要难看些 吃了上顿没下顿 你好歹是人族公主 怎么生活的这么惨 就是因为他 就 就 就是因为他生过你和叔嘛 你以为天飞那么好当的 她 她知道天界闭谷 所以她从小都被借出口腹之欲 她长年吃不饱饭很可怜的 你以为天飞这么好当的呀 如此拙劣的借口能混弄过去吗 原来就是这天飞的头衔脸了她 说到底 也是为了本君才挨了这么多恶脸 李光青葵 诶 生君 别抓有头发 哦 她付了钱 没关系 不必在意 你放我过去 你放我过去 你不要拉我 你这 你 你 你今日还要去善堂啊 这赢回来的宝贝 就只剩下这天光灵了 你说好留给我做护心甲 不能拿走的 想不到啊 左痴山空这么容易 昨天宵夜 是回来的半堤啵啵 你今天就拿它将就一下 别去了啊 本公主将就做什么 我好不容易有了个善堂 我搭不了了 我再去找那三针 你找他们做什么 还想再讹他们一回 我早就料定了你会这么做 故今日已经将善堂封了 无论你赢再多的钱财 也无处可用 你把本公主的钱财都收走了 就把善堂封了 此善堂乃天后为我所见 你就不怕我告到天后那儿去啊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本君已经禀明了天地天后 明日陈时出客 你就去尚书囊 好好跟先生修习仙法和规矩 早日修炼成仙 免得在这无事生非 去学堂 本君 会派人给你送去三餐 不取分毫 我若不去呢 也可 不过你日后的吃食 就剩下那半剃啵啵了 若不去尚书囊 就饿肚子了 少殿空心 你 你这个浓眉大眼的黑心伤人 疼 疼 许久未见天气如此晴朗了 这回合胜了青葵公主 竟令神君如此开心 本君已经将青葵公主的喜好膳食 整理成所有 日后就按上面所在 为青葵公主准备膳食 原以为神君闭关千年 疏于人情事故 没想到 连这些都准备好了 他生性自由不羁 若不做天妃 本该享受常人之福 本君只是 为他做些弥补罢了 飞驰也随神君入玄境千年 神君可知道飞驰爱吃什么 蜻蜓爱吃 苍蝇 蚊子 罢了 本君还有事 你先去吧 修炼千余年 原以为自己早已心静空明 原以为自己早已心静空明 不想出关短短几日 不想出关短短几日 竟被你浅如墨碑 竟被你浅如墨碑 顺出许多欲念来 要练就十重精神 最忌讳心有责念 看来得想个办法 把她打发走才是 别别别 李航清贵 你真是了不得 喜欢啊 都是喜欢的啊 望陈元丽王令 一声三殿下嘲讽 是 跟我走 走 王爷只是死了个暮流 竟要闹到大神 二殿下这是要你的命啊 杀了朱九音出了她的逆临 她自然不会申罢干净 可我要的就是她杀心过射 路出破绽 走快点啊 大人 有脚料啊 哦对啊 咱陈元丽 表面上看是大殿下威风霸面 可跟陈元王后和二殿下比起来 大殿下只是有勇无谋 他不足为患 如果大人之前能够成功刺杀大殿下 咱将此事加获给二殿下的话 那现在你就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了 要不是王后将顶云护得太死 我能想到像家伙这样的下策吗 不过也好 留着五代 咱就多一张牌 可以慢慢和顶云玩 走这边 是 大人 大人此行为己私服 夜谭公主那边 又不用招人之后一场 不必了 你只管做好分内的事情和 是大人 三殿下到 有了二位将军了 走吧 谢大人 来 吧 你 二位将军了 我选 政府 我选 尊 现在 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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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孽 侥幸被丽王看上 生下了你 本宫留你们母子 本是想为皇族留些旁枝 没想到如今 你连云儿的麾下大将都敢杀 父王 还请父王诸禄嘲讽 嘲讽 你可知罪 父王 儿臣一向只知寻花问柳 怎么敢对二哥的人下手 只是那日 朱九阴行迹可疑 儿臣被向盘问一番 他竟要对我动手 谁知刀剑无言 我竟误杀了他 鬼片 难道我大将出门 还需要向你个小小的赤后报备不着 朱九阴纵有不轨之举 自当上报丽王 什么时候轮到你动手了 丽王 若不诛杀逃风 以后上行下效 陈渊戒就全乱了 父王 父王 这是你自找的 好你个嘲讽 连父王的努力都敢违抗 你是想让本王亲自动手吗 大殿下到 冲冲 就会让你去 一切 我 你 是 二切 是 你 我 你 父王 你不是在边关统领大军 怎么回来了 大哥 为弟弟求求情吧 是你杀了朱九音 误杀 看不出来啊 你这个窝囊废 竟无意中帮了本上的忙啊 大哥 大哥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还好意思温暖 给我带上来 是 父王 就在几日前 儿臣收到消息 说军中有上百名鼎云派来的细作 想要离见陈元军 我一查发现还真有 这帮混账说 要等什么烛龙大人一同举世 父王 乌代这纯属无限 我才没那闲功夫诬陷你 乌代你放肆 你敢打我 住手 打你怎么了 你忘了命啊 这都是尔尔殿下的安排 小人 小人只是听命啊 你 还有什么话好说 父王 父王 要不是朝风这小子误打误撞 杀了朱九音 此刻儿子 恐怕就要遭遇叛军了 父王 好啊好啊 你真是本王的好儿子啊 丽王 羽儿自有官巧公顺 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您不要停戏无奈的鬼话 住口 无奈的性格 和本王如出一辙 从来都不谢这些编造谣言的阴招 况且今天人正确凿 倒是你 你养的好儿子 父王 我真的是 云王呢 本王征伐千年 手上沾过多少血 才能坐上这陈渊界至尊之位 你以为靠着这些离间陈渊君 陷害兄弟的把戏 就能娱怒你老子吗 给我沙光顶云手下沐浏 族亲兄弟一个不留 我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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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畜生给我押回去 免去所有官职 那边的在心存妄想 丽王 丽王 那边的宫 那就赐你 监察战将之权 以后跟你大哥多学着点 谢父王 哎呀 我的大人呐 您全身而退 想必是计谋成功了吧 来 啊 啊 来来来来 来 开吵 啊 开吵 啊 啊 你去这五代做个戏 你玩了这么久 开头差点被掐死 你也能试一下 我老去打你 大殿下脑子哪有你那么灵光啊 他反应慢查戏做查网了 这事你也赖我 三殿下 雪妃请三殿下明日一叙 我不是说封锁消息 不要惊动母妃吗 您动情闹得太大了 放不住我 好 沈君对自己 都从未如此用心 希望青葵公主 能明白沈君的一片苦心 从此安分守己 沈君也好专心修行 早日突破十重金身 这苦修千年 原以为 十重修为尽在之时 却没想到一个青葵 竟让本君 胜出如此多的牵挂 他虽顽品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本君定力不好 明日不要开学了 把这书切送到天爬院吧 是 沈君 沈君 碧穹仙子求见 表哥 碧穹仙子 牧神丹霞得知表哥出关之事 特命碧穹送来龙霞肢 给表哥调养身体 丹霞上神有心了 表哥 明日碧穹 便要去尚书囊休息了 表哥可有什么要叮嘱的 青葵公主也要去尚书囊休息 日后便与碧穹仙子是同窗 还望仙子多多照顾 青葵公主真是好夫妻 能得表哥如此照顾 不向碧穹 独自一人前来求学 甚是孤寂 霞族与少典师乃殷亲 神族 不会搏待你 若是碧穹仙子有任何不适之处 尽可想 叫奸司求助 表哥 我是想说 我想留在蓬莱将去 侍奉表哥左右 一来可以增长学识 二来可以替表哥分忧 碧穹仙子 若是愿意为我分忧 本君自然感激不及 不如就依碧穹仙子所说 明日便来我蓬莱将去 行师徒之礼 成为本君的座下弟子如何 表哥不仅同意我留下来 还愿意受我为弟子 我太开心了 仙子 仙子为何不怒返笑啊 不费车会之力便能接近表哥 我当然开心了 仙子糊涂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天界有禁令 这师徒之间不可生出私情 若真行了这师徒之礼 您御神君便再无可能了 仙子 仙子 神君还为你准备书戒了 想不到他罚你去上书囊 也算是替你圆了学堂梦了 今天呢老师就教你们读三字经 下面啊跟着老师一起读啊 仁之初 仁之初 仙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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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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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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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因祸得福 开心不 开心什么呀 要不是他拿伙食要蟹我 我才不去呢 嗯 是吗 这玩意儿 这浑浑宝巾不得已 我呆着也是呆着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去上书囊 学点他们的仙法 省了这是要点空心没面子 那既然是勉为其难 为何提前预习了所有的基础仙法呀 哎呀你别瞎顿我的书 你都给我弄坏了 真小气 快走 哎呀你慢点 第一天去学堂 我可不想迟到 但是哪有天飞 自己拿书去的呀 你给我 你给我 我不给你 我怕你跟我弄坏了 哎呀行行那你慢点 慢点 你别废话了快点走 走走走走 沈君 公主出发去上书囊了 咱们要不要送送她 不必了 本君的本意 就是敦促他们倒地分发的 现在看来没这个比 几位一睡的上仙差不多到了 咱们该回了 黎光青鬼 今日我便让你看看 真正得体的天妃 该是什么样子 蝎子恕罪 你是何人 为何身上 如此这般异味 小蝎是五星族人 名幻胡衰 在上树囊 负责撒扫 原来是颗香菜 没想到 这上树囊是这样的 咱们赶紧找个好位置坐下来 走 走 仙子息怒 小仙这就为您清洁 你才住手 我这百叠云秀可是贵重之品 寻常的清洁 终会毁了这一料的 你须得陪我一件 不然 我们雷霆司说理去 这仙子也太难恨了吧 别多坏心事 不能误了我入学堂的机会 你这草芥之流 也配上得了天界 还未列仙斑 你也配 幸亏公主 今天呢 我们就学这个德字 和道者为有德 凡不和道者为师德 道之为原 道之为本 包含的意思有 无为诚信 千下柔顺 凭你 你也想学读书识字 你也配 跟我回宫 我这百叠云秀可是贵重之品 凭你这等草芥之流 也敢走上天界 凭什么不让我学 清魁公主学识字 那是要做天妃光耀人足 你这个灾性越是学的聪明 越是人间的祸害 我才不是祸害 你这还说不是祸害 害得我手都出血了 把他带走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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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你裁我 你何痛之遥 心痛 我的鞋子特别珍贵 你如今弄脏了我的鞋底 你还不速速向我赔礼道歉 还有 你还得再赔偿我五 十万零珠 这是哪里来的疯子呀 明明是你仙才到我的 凭什么要让我给你赔礼道歉 我方家都看见了 是你自己撞进那仙世怀里的 是他自己不长眼睛 见到上仙不知必然 你倒是长眼睛了 你怎么不知道必然我呢 你 身为上仙不明事理是为蠢 欺负弱小是为坏 又蠢又坏 是谁给你的底气 让你在这儿撒跑 你放肆 我姑母是当今天后 你敢得罪我 身份这么贤惑呢 可太厉害了 可太厉害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太厉害了 吓死我了 早餐 小姑子 你们也在 先是受我们儿时贪玩 基础不牢 先需重新巩固根基 我们又见面了 嗯 你就是那个仁族的公主 小仙何德何能 竟敢让天妃出手相助 小仙着身惶恐 不知何以为报 你不必放在心上 我素来见不得这种 鄙视他人出身的做法 今日纵不是你 我一会出手相助 你 尘毒时刻 为何无故聚集于此 先生 先生 姓君 这件百叠云绣裙 乃母神用霞族的云光之术 亲手风筝而成 我本想说 今日要见青葵公主 才特意穿上 没想到青葵公主 方才一看见鼻穷 就瞧不顺眼 还 还 还将鼻穷的脚给踩上了 我一介凡人 竟能将上仙伤鸡至此 我想想 我刚怎么踩的来着 是不是这么踩的 你干什么 这仙子的脚 倒是好得飞快啊 青葵公主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是她骑入小仙鹅在先 我方才 只是戳穿她的麦残把戏而已 我 她若是有错 你理应报告本君 由本君来出面处置 怎可对同学动粗啊 报告你啊 等你来的时候 那小仙鹅怕是 都要进雷青寺了吧 青葵公主 果然是如传闻中一般顽脸 我不管你们凡人是什么规矩 入了老夫这尚书囊 你就得遵从这里的规矩 明明是两人就分 星君为何只责怪青葵 难道你们这尚书囊的规矩 就是神神相护吗 你 青葵公主 既如此无视尊长 肆意妄为 那便不是我尚书囊 可以管教得了的了 公主 领庆高明吧 谁稀罕 什么 他被尚书囊退学了 其实是尚未入学便被赶出来了 少典式的天妃啊 竟然被尚书囊退学了 真是史无前例 绣目不可刁眼 念 即刻把山胆给我拆了 神君息怒 近日执事皆因小心而起 请神君念在青葵公主一片良善之心 万万不要责罚公主 良善之心 起来说 近日小仙在尚书囊 小仙不小心撞到了碧穷仙子 碧穷仙子数落小仙 要带小仙去雷霆寺 还要罚我五万灵珠 这个星君 是非黑白都不分 如何教书于人啊 还有你 你怎么就能这么走掉了呀 至少把元伟跟他说清楚吧 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早都见怪不怪了 与其留下受辱 不如走得干净 那现在怎么办呀 你被退了学 到时候怎么跟神君交代啊 那能怎么样啊 让我去跟那糊涂星君客 都道歉啊 做梦 把这玩意扔了吧 许事我一学堂就没有缘分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啊 你若是让我去道歉的 就不必开口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次可是那个清零星君让我退学 你可不能断我伙食啊 三日后便是上书囊的测试日 你要好生准备 测试 我不是被退学了吗 神君已为公主澄清误会 清零星君允许公主参加测试 若是通过便可留在上书囊 神君亲自推荐之人 就能无事学归任意妄为吗 今日原是清魁公主 撞见了毕雄仙子与小女仙起了争执 一时心急 行事鲁莽了些 还请兴君给本君一些薄面 原谅他势力之过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这尚书囊也不是替人托管孩子的地方 三日之后的灵力测试 他若是能够通过的话 此时就此借过 否则 神君还是领回去自己教养吧 清魁是凡贱女子 这尚书囊的血液对他而言 太难了些 况且他是未来的天妃 若是被尚书囊退学 这神族岂非掩面扫地啊 不知先生能多宽限些时日吗 神君此话若是命令的话 强逼备至答应 备至日定当遵从 不敢 那就依贤人 本公主有无资格 岂是一场考试就能决定的 你若凭实力考过 我便为你解开洪光宝经 这可是你说的不能反悔啊 本君绝不食言 此次测试 本君会助你一臂之力 你收拾好 即刻来蓬莱将确饶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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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啊 秦横决赎罪 我不是故意偷学尚书囊的宪法的 是我吓着你了吧 我方才去蓬莱将雀找兄长的时候见到了你 便跟了过来 还要谢谢你替嫂嫂说话 不然嫂嫂便真的要退学了 公主是因为胡遂才受了责罚 胡遂岂能让公主蒙冤呢 胡遂 你是说你叫胡遂 我的意思是 你可曾是我在界下偷偷浇过水的那株小胡遂 秦横军给我浇过水 是啊 我当年常跑去玄黄境 在夙缘境里 见到界下的一颗小胡遂 便偷偷取了萧宇先尊的萧敬萍 给他降了一下摇池甘霖 事后被发现了 还挨了罚恼 安 安 定是这甘露祝你成仙 才使得今日这段前缘未进 往后再天见 若是有人再欺负你 你便告诉我 我来替你出气 多谢秦恒君 但胡遂灵力低微 七年来不过勉强修炼成仙 岂有金元销售摇迟甘露的灌溉啊 秦恒君是认错人了 你 你当真不是啊 可我方才见你认真修习仙法的样子 与当初那朱可目修炼成仙的小胡遂 胡遂并无二致啊 胡遂不愿欺瞒秦恒君 可我确实并非秦恒君所言的那朱小胡遂 也是啊 这世间哪那么多机缘巧合啊 胡遂本就寿命不长 兴许也不在这人世间了 不过我对你一见如故 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是吗 你不作答 我就当你答应了 往后若是再想看什么法卷之类的 尽管来问我 不用偷协他人的 走吧 郑楝 停 停 你帮你帮你装了什么 你 不要乱动啊 来看看 偷偷有什么 拿着这个 这个要去哪儿啊 听说啊 这少主又跑了 受盲阵的 让咱们紧盯着点 发现少主即刻起来 是 那边看看 和你 给吧 儿 哎呀 少主 少主 没事吧 少主 你臭死了 你往后一点 少主 你为了个人族公主 您说您至于吗 受这么大罪 为了多会坦坦 自然是值得 事后的事就交给你了 好 少主 您拿这玩意能飞吗 往后一点 竟然敢质疑本少主 本少主乃四届法器第一人 所致风之意 能乘风飞敌酒消 更是得过法器大赛之逃命 征担的绿元我看好了 少主 关键今天没风啊 完了 少主 你做不大 少主 什么都干不好 居好 又来我 这是怨人呀大人 我开门 吱风 封锁 宣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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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狂啊 裂破 双生的花 流落在 沧桑的悬崖 我听风啊 浮动谁的脸颊 奔飞出 海底沙 多想陪你穿越过 忧伤的一下 我们携手跌宕的天涯 作幻的时空 坠乱了编发 再哭 也不怕 你是我心中的月牙 不怕 我的眼光 闪烁成年红 如果 泪落下 您总 喜欢 我 我是你心意的铺花 我是你心意的铺花 别问心河 爱无需回答 天地无需回答 是你心意的铺花 天地无需回答 我 是你心意的铺花 是你心意的铺花 是你不想看